对 大家有问题先往弹幕上提一提 好不好 小孙现在一天两场直播身体吃得消吗 怎么说呢 还在能够一个适应的过程中吧 反正呢现在也是慢慢来 咱一点一点的争取把这个 我的这个身体调配好 好不好 奔球发不快 对 大家有问题 你们尽管往这个弹幕上提就可以了 尽管往弹幕上提 应该排套吧 哦 不 留袜子 飞驰排手怎么用 你觉得这位球员你看 问的这个问题很好 然后大家你们其实就记住一个 飞驰排手 这位球员所说的飞驰排手呢 说白了就是不打球的那个手 不打球的那个手 大家一定记着 如果两个手 你们去找一个什么感觉 不打球的那个手 要去找一个开车去抱方向盘的感觉 其实这个问题很多球问到的比较少 我也讲到的比较少 大家可以听一听啊 很多球有这个左手啊 咱比方说就像我先是右手吃盘 那个左手不打球的那个手 大家记得千万不要给自己去添乱 什么意思呢 很多球是这样 来 我给你们学一个 哎 右手还没找感觉呢 脚下还没找位置呢 好 左手先使上劲了 你看看很多球这个左手 真的有这种感觉 你右手还没拉呢 脚还没动呢 左手先已经崩上劲了 我们你看正常 正常的左手是什么 大家看我的左手 大家有没有感觉 我的左手这个放的感觉 就是比较自然的 它不仅帮助到了我的发力 为什么能够帮助到发力 第一个 我的左手的位置 大家看我不打那个球的 那个手放哪 我会放到身前 我放到身前有一个什么好处 你大家看 我如果说我的右手 我的左手 如果放到这个身后的话 它会怎么样 它都带动于我的肩膀的一个后扯 那带动于肩膀的后扯的话 它会出现什么 它会带动我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肩膀的一个后移 也就是很容易带动我的 可能挺胸和后仰 那我左手放在前面 有什么好处 更好地帮助我双肩的一个内扣 也就是身体的前倾和 收腹的含胸 大家看到这个感觉了吗 那如果说我的左手 现在趴往身后一甩 很多球这么拉 很多球是这么拉球 你看这个左手 这样会怎么样 明显整个人就后仰的很多 看到这个感觉真的有 特别是很多力量小的 左手恨不得又使得劲 比右手都多 不打球的那个手使得劲 真的比打球那个都狠 真的是这样 包括大家你们看 这个左手啊 它一定是干嘛 给我们去一个辅助平衡的感觉 也就是不打球的那个手 是给我们辅助平衡 让我们整个的腰的后让 和自己的蹬转能够怎么样 它一个整体更加的一个顺畅 所以说你看我的左手是吗 也是跟着我的身体 你看自然 但是很多球是什么感觉呢 这个左手啊 添乱 你看这样的话 你看是不是 你看着好像是你右手动作的问题 实则你的身体的这种后仰 你看 全是被你左手在哪里给甩得摇来摇去 真的是这样 我刚刚是简单先回答了一下 这个大家的这个问题 也就是很多 刚刚有个球问我 就是你不打球的那个手 飞驰拍手 他在打球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 我觉得这个可能确实有很多球 没有去关注到 但是这个飞驰拍手 你能够做得在身前 辅助于身体的平衡 和前倾收复寒凶 我觉得这是一个 特别重要的一个知识 也是很多球 你们一定要去注意的一个细节 他不是说啊 在哪个手打球 哪个手就重要 它是重要 但是你不打球的那个手 依然也很重要 依然也很重要 真的是这样 明白了吗朋友们 一定要去注意这个问题啊 正手总是漏球 发力漏得更严重怎么办 我这么跟你说吧 发力漏得更严重 是因为 你越想发力的时候 你越想赶紧做动作 你越想赶紧做动作 越不注重击球点 所以说你会漏球 明白了吗 大家你们自己想想 有的时候大家想发力是什么 大家想发力的时候 说白了 就是想动作赶紧加速的做完 那为什么会漏球啊 打球一定是先找位置 再找点 最后是发力机球 那容易很多球是什么 他见到一个球想发力的时候 就不去找位置 不去找机球点 也就是不去找节奏 只管发力 所以说你经常会漏球 所以说你为什么一发力 就特别容易失误 明白了吗 好 那我也算是简单的给大家去 回答了一下这个几个问题 那我今天呢 想给大家就是聊一个 也是相对于比较简单 和轻松的一个话题 但是对于业余球是特别重要的 我想问问大家 你们害不害怕 在比赛当中 你拉一板 好不容易起个下旋 拉起来了 对手蹦就给你防住 你再去给他打一板 对手还能防住 但是你会发现 你拉个连续两个三个发力 已经是你的能力的极限 但是你的对手 是一个具备能够连续 可能防住三板球 或者四板球的 也就是对手的防守能力比较好 大家你们害不害怕 他害怕的 你们在那边打个害怕 好吧 就是你一直怎么样的 你一直拉 对手他就能一直防 但是你会发现 你拉个两个三个 人的重心就不稳了 但是对手防的还挺稳 所以说人家也可能不需要打你 或者怎么样 挫给你拉 你拉起来防住你两个就能赢球 他也不怎么使劲 换落点啊 朋友们 大家想想 难道人家防的球没有落点变化吗 有落点变化 你首先能不能判断出人家防过来的球的落点 你脚下能不能到位 并且人家防过来的球有快有慢 你能不能找得到点 且你能不能打上台 你再说你能不能打出不同的落点 所以说你想想 我发点力打死他不就好了 我把落点拉到角度大点就好了 说着简单 你做起来太难了 你没有一定水平 你做不到 又得能够找得到位置 找得到击球点 你还能够把质量和落点都拉得特别好 不好意思 没有几个人可以做得到 害怕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今天教给大家 别人让我们害怕 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让别人害怕 所以说我今天想给大家聊一聊 要防守 好吧 朋友们 我想给大家多去聊一聊防守 那首先对于防守呢 我想问问大家 当对手如果说 谁人家去拉你 去拉一板高调的话 大家你们首先 有没有出现过这个情况 咱们先说防高调 出现了一个问题 大家知道高调的球 拉过来是很转的 这个很转的球 很多球是怎么样呢 他也不敢加力 然后呢 他也知道 想去把这个球的弧线 给他压下来 但是很多球 压弧线有个什么问题 板形也压了 动作也压了 很多教练说的什么 重心也用了 但是 你还是压不住 我想问问大家 防高调 有这个问题的 弹幕上打个有子 也就是你尽管也想把这个球 通过板形动作 去把这个球压下来 尽量不要出现 但是你会发现 你这么压 是根本防不住的 或者说你当 不具备一个好的 压弧线的能力的时候 你光会用重心去防 很多教练跟你讲了 要用重心去防守 你还是防不好 朋友们 对不对 这是很多球 给我说到的问题 对老家山东的 所以说呢 给大家去聊聊这个问题 对于防高调啊 大家你们一定记着 压弧线 为什么大家压不住 因为首先第一个 先去考虑什么呢 你在防守的时候 压弧线的一个前提 是你的拍子 它和球怎么样呢 要平起于球 甚至要稍高于球 也就是你能够 首先直接去找到球的哪里 找到球的后部 偏上的位置 也就是你在防守 大家从侧面看 一定要先呈现出来 这个前提 拍子能够直接 对应于球的后上方 进行压弧线 但是很多球 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 他只想最后 怎么去压拍子 压动作 压版型 但是他忽略了你在防守的过程当中 你的impart的起点 大家所以说是怎么样 起点太低了 我学一个 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 当我拍子低于球的时候 尽管你看我的动作 和板形也在下压 大家看到这个球 是不是还是会出界 也就是你看 你光有动作后半程的压板形 动作后半程的你去压手腕 压动作 你能把球压得住吗 不好意思 你是压不住的 所以说你看我怎么压 他能压得住 来 大家看一看 我怎么压他能压得住 我的我的 我的引拍子怎么样 兄弟们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的引拍子 整体能够是稍高于点球的 而不是低于球 因为大家要知道 如果你的球盘是整体去低于球 去防守的话 他出现的问题就是 你在防的时候 大家去看 拍子低 球高 你要先打到球的话 你的拍子需要先干什么 需要先向上 对不对 兄弟们 是不是要先向上 你才能打到球 然后再压弧线 也就相当于 你看着好像最后是在 动作和板形的下压 其实你在触球的第一步 是你拍子低于球 先往上去碰到了球 往上碰到了球 你看 所以说你在触球 给球的力量是什么 其实是一个从下往上的力 你给球一个从下往上力 球会更加的容易出现 这种时候 你光最后去压板形 你去压动作 是压不住的 也就是大家的压弧线 是在间接的压弧线 我们要的是什么 是能够直接压弧线 间接压弧线 就是先往上 最后再压 直接压弧线是什么 直接高于球 直接压 所以说大家看看区别 低于球 你就得手拿上来 再压 你看 起来再压 所以说你最后压不住 我们要怎么 直接高于球 直接下压 直接下压 你看 看到这个感觉了吗 朋友们 所以说首先 你先要能够改变的第一点 就是你在防一板高调的时候 包括防守一板的时候 你要记着 你想能够直接压弧线 要拍子 要平起 要稍高于球 而不是拍子 低于球 所以说 你不要总想 最后应该怎么去压 你要先想好 你压之前 你的拍子和球之间的 一个相对的高度问题 这个才是前提 因为拍子 低于球 什么时候低于球 球友们 是拉下旋的时候 你拍子一定要低于球 为什么要低于球 因为低于球 才能去制造弧线 所以说拍子低于球 是个制造弧线的过程 但是防高调 是个压弧线的过程 所以说 你们从出发点上 就错了 这一点大家能够理解的 弹幕上666 先扣一波 好不好 我们异于解惑吧 对吧 来我现在再去用直拍 给你们防一个 好吧 我再去用直拍防一个 你看直拍是不是一样 我去直拍防 如果说咱手低 你从底下拿上来 再去最后怎么压 你怎么压得住球友们 压不了 你怎么 直接拿高一点 直接拿高一点去压 高一点去压 你看 高一点去压 手高一点球 直接压弧线 直接压弧线 横打也是 你不能低于球 低于球 上来 飞了 上来 最后你怎么压都压不下 直接高于球 直接高于球 高于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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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压 对 这是让我搭档小曾给我拉的这种 加转的高调弧圈球 好吧 大家你们不要去低估一个专运动员 给我再拉出来的这个高调的旋转 他拉的 应该是不出意外 是比大家大部分要拉的是转的 所以说这个你们不用放心 不用担心说 小曾给我拉的不转 他拉的不转 我这样往下 还反而会下网呢 明白了吗 OK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咱们在去防守的时候 为什么不让大家去压腕 也就是压板形 来 我给你们说一说这个问题 因为大家你们如果说防守 去压板形 去压手腕的话 其实容易产生什么问题 大家看看啊 容易产生什么问题 大家想想 首先第一个 你们从这个角度看啊 如果说我板形越压 说明我是不是越能够打到了球的偏后上方一些 如果我们压了板形又压腕 我们既接触到了球的偏上部 你通过手指手腕的转动还会形成一个什么问题 也就是转动手腕会产生摩擦的问题 那所以说你又接触了球的上部 还又产生了摩擦 所以说球们 你是不是如果说你去压板形 甚至这样去压腕 实则是干嘛的 实则其实你是又给球产生了一个上旋 你给球产生一个上旋 你是不是就特别容易出现 大家想想是不是道理 压着板形 一压腕 一压腕 那球怎么样了 飞了 飞了 这个上了 这个又飞了 稳定性是特别不好的 对不对 那所以说大家记住啊 我们在防守的时候 切记不要去压腕和过于去压板形 因为会产生什么呢 摩擦 所以说我们在去防守的时候 我们的要领是什么 大家一定要先想着怎么去撞击这个球 也就是你在防守的时候 大家你们去找什么感觉 敲门的感觉 你们防守一定去找敲门的感觉 什么叫敲门的感觉 你敲门就是在去撞击 用手去撞这个门 就这意思 你看 你看我在防 大家看我防守的感觉 大家你们能不能听到这个球 在我板子上嘣嘣嘣的声音啊 那这个声音是不是就特别扎实的一个 撞击的声音 它不是摩擦的声音 摩擦是呲呲 撞击是咚 你们再听一听 如果摩擦是什么声音 这是摩擦了 压着板子用手腕了 那你听撞击呢 这是不是撞击的声音 明白了吧 所以说为什么不让大家去压手腕 过于压板形 其实越压手腕越会转动手腕 越压板形越会接触到球的上部 反而越容易去产生摩擦 这样的话 其实你越反而容易出现 起到了一个相反的作用 这就是不让大家去压腕的一个原因 明白了吗 那包括我现在如果说用直拍去仿来 大家去看一看 如果我压着腕子 压着板形 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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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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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个 撞 你看看 你要去找撞的感觉 不要去找磨的感觉 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想去压弧线 容易反而形成一些反作用 所以说真正我们在去防守的时候 其实你看 我们这个所谓的压弧线的感觉 对于手上 大家你们可以理解为 它是拍子高于球之后 用撞击的形式 靠动作的运行轨迹去压弧线 大家一定记住 是靠你动作的运行轨迹 动作往前下一摁 它不是靠你的手腕去压 也不是靠你的板形去压 是靠你的动作的方向去压 你看 大家有没有感觉 我在防的时候 我手腕就没动啊 朋友们 我手腕就没动啊 板形也没有说很压呀 我就做到了什么 高于球 靠动作的方向去压弧线 去撞击 你看 用撞击的形式 靠动作的方向 去压弧线 看到这个感觉了吗 朋友们 对 是要靠动作的运行轨迹 所以说这是要动作的方向 那大家你们自己想想 自己的问题是不是出现在 你防守出界 要么拍子一开始比球低了 往上绕上去了 所以说你压不下来 第二个 你压了手腕过于压板形 其实又给球产生了摩擦 没有去撞击 也容易出界 那所以说 一个是把手拿高 一个是学会用动作的运行轨迹 用撞击的形式去压弧线 那这个球是不是就解决了 你这三个点做好 你不可能防不好 来 目前听到这里 大家能够理解的弹幕上 666扣一步 然后我再用正手 给你们去示范几个 好不好 我再用这个正手 给大家去示范几个 大家可以多看一看 好不好 其实你看正手是一样的 我们只需要把刚刚的这些要领 驾接到正手即可 比方说你看 大家出现的问题 其实还是一样 第一个呢 是拍子太低了 拍子太低了 一防是怎么样呢 特别容易出界 那我们怎么 你看我拍子是不是要架高一点 稍高一点球再防 高一点球防守 高一点球防守 是不是要先稍高于一点 再压 稍高于压住 稍高于压住 是不是你先高于球啊 对不对 第二个 当你们在去防守的时候 正手我想跟你们主要说的一个 要领在哪里呢 咱们在去防守的时候 大家记着 你的这个正手的动作 在防守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严格的执行 所谓小孙说的 用动作的运行轨迹 去压 也就是动作要往前下 去找摁的感觉 千万不要把你的正手 去找收的感觉 因为很多球防守这个问题 我给你们学一学 他防不好 是怎么防不好 球们 他和正手动作一样 都是一个收臂的过程 我想问问大家 有这个问题的弹幕上打个有字 朋友们 有这个问题的弹幕上打个有字 我觉得这是正手出现最严重的毛病 没有之一 他正手还是在收臂 正手防高调的时候还是在收臂 朋友们 在正手防守只有一种情况下 可以收臂 我告诉你是哪种情况 就是对手拉了一个偏向于有点前冲的球 我们在防守是一种什么呀 一种快带 I'm sorry sorry 这是我拿手绝活 这叫快带 是对手来球很快 我借着他的另一收 这个可以的 但是你们如果说防守的话 大家看我的防守动作 大家去看一看 他有没有感觉 我的动作是什么感觉 是让你往前下去摁出去压下去 但千万不要怎么样的 去收 大家要记得 正手如果说你有收臂的动作 就等于你的反手有转弯的动作 其实是一样的 因为大家想你拉球是不是各方面都要去摩擦 手指手腕带动收臂 所以说你防守一收臂就飞 并且你一收小臂的话 你会发现 他都会收到哪里去 他都会大家习惯性的去收到眉心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手尽管拿高点 大概咱这么高吧 不低了吧 你收到眉心 你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它依然是一个动作去往上的过程呢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那所以说你看我是防到什么情况 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看我手在哪儿 大家看我防完之后我的手直接奔哪去 我做得再夸张一点 你看我在防的时候这个感觉 我为什么敢发力防得比你快比你凶还能防上呢 是因为我在叫直接去压弧线 而不是去做一个更轻的收臂 理解了吗朋友们 这就是很多球友生输了 有失误了 是肯定有失误 我要退役四五年 我跟你说我要再一个不失误 我就打奥运会去了 好不好 所以说大家一定去来直攀 我跟你一样的 千万不要 这种时候你收一点也不行 你只要收它就是在往上 就是在去造这个摩擦 你一收就飞 所以说你看我 做得更大点不要紧 但是我的方向是怎么样 直接往前下方 摁出去 撞出去 又是撞 又是往前压 靠自己的动作的轨迹 给它怎么样 盖下去 看到这个感觉了吗朋友们 其实是一样的 这不就讲的是怎么防高调吗 理解了吗 那所以说大家要注意 咱们在防守的时候 你整体的这个是什么 你看一咱们要有撞击 第二吧 第二你看动作的运行轨迹去下压 第三个高于球 就这点事 只不过反手动作和正手动作不一样 对吧 反手叫直接往前摁着压 正手也得摁着压 你千万不要反手转弯 正手收臂 那就完蛋 能理解的弹幕上666扣一波 我擦个汗球 好不好 互动一下朋友们 咱们先互动一下 刚刚跟你们说的这些 大家你们觉得有没有道理 有没有道理 我觉得刚刚讲的东西是异于球友 我告诉大家 只要你防守防的高调不好 刚刚所说的总有一个毛病 是大家存在的 你解决了就OK了 防守很简单 很简单 但是防守很重要 没有好的防守就没有进攻 我告诉大家 你不敢防守 不会防守 你就没机会进攻 因为你就相当于你在比赛已经不允许对手上手了 你能做到让他一个拉不了 他一拉你就防不住 那你是不是越打越被动 对吧 小伙伴 来咱们大家把这个关注帮小村去点一个 好不好 没有点过关注的帮小村点个关注 点了关注的上个灯牌 帮小村点击点击屏幕 把点赞量再上一上 好不好 那我现在再给大家说一个防高调的细节 因为很多时候 对手拉过来这个高调呢 高调是什么感觉 来你看 往往这个球容易拉过来偏高 容易这个球拉过来偏短 也是拉过来这个球 没有什么力 所以说大家你们记着 千万防高调的时候 不要胆小 什么叫不要胆小呢 我学一个 你不要去这么防 你别不敢 为什么呢 大家也看到了 我这么防 正好就是对手所理想的 对手拉高调 是因为可能我挫的那一板怎么样呢 太转了 太低了 他为了球稳先拉个高调 他拉高调的目的就是 我这一板我拉不死你 拉个高调等你碰回来 等你给我贴回来 等他下一板才干我 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 所以说你在防高调的时候 千万不要胆小 你胆小的话 你贴下一个就会被锤 所以说并且为什么贴是这个球容易冒高的 因为这个球他不往前走 高调的这个球是没劲的 那所以说你在贴的这个时候 你是在借不上力 你只是怎么样呢 没借上力 但是借到了对手拉过来这个墙的上旋 你去给他碰过去了 所以说你没有借到力 过去的球也没有劲 但是你借到了一点上旋的旋转 你过去的球他就会冒高 那所以说你去贴 这个球就是又高且又慢 下一板就会被打 明白了吗 那所以说大家你看 防守的时候一定胆要大 什么要胆要大呢 防这个高调 朋友们 你感觉我动作是不是做的非常多后边 但会他是让我出阶吗 他不会让我出阶 所以说大家你们一定记着 防守当中出阶 不是因为你劲儿是多了 不是因为你动作做大了 和这个没关系 你出阶一定是因为动作向上了 或者用手腕产生摩擦了 也就是正手可能收臂了 反手可能转腕压腕了 就这毛病 就这个问题 所以说大家你们防高调的时候 一定理解为防高调是一个特别主动的防守 而不是一个被动的轻贴 所以说你看 我只要能够做到 一我高于球 第二个去撞击 第三个用动作的运行轨距去压 这种时候 你压得狠一点 包括动作压得多一点 朋友们 它不会让你出阶 这让你出阶了吗 朋友们 它出阶了 出阶了吗 没有吧 对不对 那正手防也是 来 你这样才会出阶 你干嘛 看着动作不大 但是你收了 往上了 这个球就怎么样了 它就飞了 你就算贴 朋友们 你这个下一本怎么防球们 在防中的意义 这不是给对手在建立气势吗 对不对 那我怎么防 大家看看 你看 我动作小吗 我动作小吗 球们 不小吧 但我为什么不出阶 使得劲肯定比大家大 因为 我只要做到老 高于弧线 高于来球 靠动作的运行轨距去牵压 三驱撞击 反而我运能够多做一点 多给点劲 我反而防的还更稳呢 明白 弧线压的还更好呢 弧线压的也更稳 并且防过去的球 质量还更高 防过去的球还更主动 你相比于这么去防 大家看 你那就打我了 那我如果防的质量高呢 那下一本对手 万一他没有衔接好 可能碰过来 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一个什么 机会 是不是朋友们 理解我说这个意思吗 朋友们 所以说你千万不要害怕 做多 你只要做对 越多越好 你只要做错 小也没用 我觉得这个点 对于咱们叶鱼球 防高调来说 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明白 对 它不是碰也不是贴 并且这位球说 它是哪个时机去防 我先不急着回答大家答案 大家你们可以去感受一下 咱们就用反手为例 一个咱们去找上升起 第二个咱们去找高点起 或者下降起 我相信大家已经能够看到答案了 这就是真实的情况 防守一定是上升起 借力去防 无论高调 无论前冲 你只要防 就要找上升起 你看拉个高调啊 你看就像这个球 它短了 你看这个球 它是不是拉有点短 我不能怎么样呢 在后边 等着它不行 一看短了 我还得去找上升起 那我怎么办呢 我这个人就得怎么样 就得往前上 就得往前上 为什么 还真不是因为它短 而是因为 我要找的防守的时机 是上升起 上升起是哪个时候 球落台 刚一跳的时候 那所以说 它是离这个落台的位置 是很近的 那所以说 球拉的短了 我又怎么样 上去 上去 我不能怎么样呢 我不能干在后边等着 这样就不行了 明白了 一定是找上升起 那最后一个细节 那最后一个细节 大家听好 也是特别有用的 很多教练跟你说了 防守要用身体重心 我想问问大家 你现在能不能体会到 防守当中身体重心 给你带来的一些作用呢 给你带来的一些帮助和好处呢 大家能体会到吗 能的抠个能 不能的抠个不能 根据在平常的实际情况 能就能 不能就不能 好不好 我得先了解一下 这个身体重心 大家如果说 在很多时候 都不了解的情况下 你们能不能 理解得清楚呢 谁给我打电话 你看月朗风听说了 这位球手说 他没到那个水平 他体会不到 为什么体会不到 我告诉大家 身体重心是干嘛用的 身体重心不是能够让你从不会防 通过用重心你就会防了 扯淡 纯扯淡 这个身体重心什么意思 秋梅你看 我能不能防得住 其实就是小孙刚跟你说这三点 引拍高度 撞击球的方式 以及靠动作的运行轨距去压 现在我没有重心 我掐着腰挺着肚子 你拉高掉 照样防 没和这个重心 没关系 我挺着肚子照样防 但是朋友们 重心是干嘛用的 是身体 咱们如果说在比赛 给自己9比9 8比8 人都会紧张 那紧张的时候怎么样呢 我用身体重心 他比光用一个手 说白了 他更靠谱 理解了吗朋友们 他更靠谱 因为身体的力量大 身体的体重大 那在关键时候 人紧张的时候 身体的自控力 身体的控制力 他也就比手强 所以说在防守 防高掉 在遇到这些关键的时候 想不想失误的时候 你用点身体的重心 就会怎么样 他更稳 包括正手 对吧 你说我放松无所谓 我找手拿高撞击球 我想怎么潇洒怎么防 都可以 但因为是放松 但是我如果说有压力呢 我紧张呢 我要怎么办 你看用身体防 用身体 用重心 用重心的转换 重心的前倾 这样防守 会怎么样呢 他会防得更稳 更靠谱 这是小顿说的 第二个 也就是他最关键的 一个地方 用重心 是因为 我们防守 他不是说就防着一板 在比赛当中 你所出现的情况 要么是叫连续防守 要么就叫 防守完了 转自己的进攻 所以说 大家想想这种情况 那我们在防守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看 比方说 你连续拉我两板 拳台不定点的 对吧 如果说我没有身体重心 我站那里 我做不到连续性 我防一个行 每一个都是定点 手底下行 但不定点就不行 那我用身体 用重心防 有个什么好处 我用重心防守 防完之后 才能用重心还原 有重心和脚步的还原 你才能够具备 下一板的连续 无论是你连续的防守 还是连续的进攻 大家看看是不是一样 我站在这里防的时候 你看我拳台防守 什么感觉 这没法防防 除了第一个能防好 后边都放高球去了 但是还是不定点防 但是你看 我有重心 我有还原了 我就有个什么好处 我能够动得起来 我能够具备连续 我是不是能够去连续去防啊 那我是不是才能够有回合 我总不能想着一板防死被人吧 那或者说对手没有这种进攻能力 他可能拉个一板 最多两板球 他就拉不了 给咱撩回来了 碰回来了 那我对我们来说 是不是要时刻去做好防守转进攻的准备 怎么转进攻啊 这是不是我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 那如果说我没有重心防 我只用手呢 那有了机会你也没反应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的 你看看 你有了机会 你可能都没法反应 没法调剂 对吧 那我如果有这个脚步重心呢 你看看 对于我来说 我防完了有用重心 防完就有重心转换 发现机会 立刻做出调节 移动 这就是用重心 明白吗 所以说重心的意义在于两个 第一个 重心是腿上整个身体 一个整体 它比手要更靠谱 第二个 重心 腿上的就要重心 所以说 有重心 才会有重心的还原 有还原 才会有下一板的连续 所以说 重点是在于 这两方面 而不是说 我不会防守 我用过重心 我就会防了 纯扯淡 这个重心 是一是能够让你具有更好的连续性 和什么呢 更稳定的能力 所以说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种锦上添花的过程 叫用重心 但是你要想先能够防住一个 先会防 能防上 和重心没有太大的关系 理解了吗 先做好手 再做好重心 也就是先有锦 你锦上才能添花 能理解的 666扣一波 今天这节课 别的不多说 你就让我给你 这么给你面对面 给你讲 再给你 但凡 带你练几个 不收你三四百块钱 也说不过去 好不好 真的不收你三四百 真说不过去 对吧 锁上角 给小孙点个关注 行吗 开玩笑 开玩笑 真的 真的劳务费不得收点 是不是 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 很多学生为什么愿意听我讲课 他觉得很划算 哪划算呢 因为他觉得有的时候 他花全都不一定 能够学到的东西 他在小孙点里 免费就能学到 是不是 饮料费 饮料费 你最起码 你得请我喝瓶水 开玩笑 好 抱抱们 这个时候 为什么打球的时候 重心都会关键 就像你发力 为什么要有腿胯 你说你光靠手指手腕 能拉上吗 一定能拉上 加上腿胯会怎么样 质量更高 加上腿胯 还原更好 因为我不可能连续只用手指手腕 但我能够连续用腿上的重心 就是这个意思 对吧 最起码左上角一毛的粉丝灯牌 给小村点亮一下 上个灯牌 行不行 学伙伴 我觉得刚刚讲的东西 一定对大家是有收获的 那打赏了 那不用啊 不用不用 不用打赏 不用送礼物 不用送礼物 那这个Tiger 过奖了 过奖了 好吧 那这个现在呢 大家也体谅一下 因为现在这段时间 我可能也慢慢习惯了 这个中午一场直播 晚上一场直播 当然确实明显感觉 比以前直播 晚上一场直播 体力消耗的更大 所以说呢 大家也理解 因为下午小孙还要上课 晚上还要直播 所以说中午啊 我就把这个技术的教学时间呢 我就控制在四五十分钟 好不好 我觉得四五十分钟 也就是小孩子小学生 一个上的一节课的时间 我觉得能把这些充分的吸收和理解 就够了 晚上我的技术教学 可能会在一个多小时以上 好不好 大家点个关注 晚上九点一刻直播 足够了 真的足够了 我能够把一个防守 这么细致的给你讲透 我觉得真的足够了 这四五十分钟 没有浪费就行 好不好 不一定在于多 咱们能够学精就行 好吧 因为我确实感觉 这个一天两场 是有点累 再加上寒暑假 下午上课 带学生训练 又是三四个小时 确实有点吃不消 中午我就稍微悠着点 也给下午和晚上留点体力 好不好 要不然确实太累了 好吧 练球可以 实战来不及 说明你练球练得不可以 当练得真正到可以的时候 实战就够了 还是没练到家 所以感觉实战还没用上 所以说练会 不等于叫练好 练好还需要叫练精 什么叫练精 它已经成为一种下意识的反应 就相当于你半夜三点还没睡醒 从床上给你拎起来 给你拉板球 棒你就知道这么防 这就叫下意识反应 你想都不用想 下意识做出来的 这才叫练会了 明白了吗 现在想着怎么做 一个一个来 这不叫会 这不叫会 好吧 OK 大家如果有 对练的不够 练的不够 好吧 OK 那剩下的时间呢 球友们 这个我还有大概十分钟左右 我就差不多就下波了 那这个剩下的时间呢 因为大家看 防守也好 拉球也好 那我就再给咱们直播间的球友 也是介绍 推荐 咱们直播间的这个福利款胶皮 今天中午刚刚到货 拉了一车过来 那这就是 给大家今天中午做的 729的大式经典套 好不好 再给很多 主要是新朋友 和以及极个别 需要回购的球友 去推荐的东西 首先第一个 这款套胶 是咱们国货友谊 729品牌的 大式经典套 这也是刚刚小村 在正反手使用 且去防守 给大家教学用的 这个底板和胶皮 那这个胶皮呢 729品牌 咱们中国第一个 研发出来 年性套胶的品牌 也是当年 王楠啊 他们在用的这种 胶皮的一个基础款的 套胶 当时他们打的这个 729的-2-8 就是在这个 这就是一个 先前的基础款 非常好用 好在哪呢 第一 这款套胶 它是一个双片装 非常具有性价比 人家一个包装 只有一片 这个里边 你看它有两片 这两片胶皮呢 首先我给大家看一下 第一 它的胶皮 它都是为粘性的 超粘性的 它的粘性特别的好 且粘性的持久度 特别的长 也就是这张套胶 能够给你大家 更好的去辅助 提升你的旋转 和摩擦球 已经特别的耐用 已经用了很久 它都不会坏 且用了很久 这张套胶会怎么样呢 它能够更好的 保持一个特别好的粘性 你这意思吗 说是教学 不都是卖货吗 不好意思啊 你这个 你来吧 好不好 天津师范大学 你这个学校挺好的 看来 整体素质比较高 好吧 然后呢 这个胶皮啊 它粘性好 第二个 它的海绵 一 它为叫高密度海绵 海绵密度高 就像狂飙一样 它奔腾 它才能够对于发力 有力量的支撑 第二个 这个海绵 怎么样呢 它能够 有个什么好处啊 这个海绵 它是内能海绵 不用惯油 很省事 第二个 它的海绵 相对于偏软弹一点 比狂飙来说 你更好的通过这个海绵 体会到打透的感觉 和体会到透板 以及发力的感觉 所以说 对于练球的摩擦 和主动发力 这两张套胶 给大家带来的手感 和回馈 是相当相当好的 很多球也说了 这两张套胶用起来 拉球的命中率 手感 积累 明显 要进步的特别的快 所以说 有需要的球友 这个套胶做的活动是这样 这个海绵 硬度 是将近于狂飙的39度 黑色 双片装 网上价格是128 咱们直播间是116 你们现在先不要着急 然后呢 我们还有红色 红色的套胶 里边也是 双片装 双片装 两张红的 红色也是粘性 只不过 它的海绵 大概是狂飙的 36到37度 这样是比较适合 咱们反手发力的一个硬度 这样的话更加的柔和 更有底劲 包括粘性也更好 搓球不冒高 反手好家转 反正有需要的 这个活动是这样 你们有需要的 刚也看到128元两张 现在官方调价116元两张 有需要的咱们直播间改价99块钱 两张黑 我再送你两张红 也不是我送 官方让小孙送 官方送我来宣传 两黑加两红 有需要的99块钱 包邮 今天下午安排发货 今天中午 小孙还有最后10分钟不到的 这个直播时间 需要的10分钟以内下单 今天下午发货 要不然来不及 好不好 99到手两张黑 加两张红 两张正手 加两张反手 平均一张胶皮 25 你觉得划算 你就拍 好不好 你自己算的这笔账 朋友们 25块钱 一张 这是做了活动的 对且我告诉大家 这张套胶 它的硬性成本是多少 你可以任何你身边 有在卖器材的 你都可以关系好的 你问问他 这张套胶的进货成本 是35到40块钱 基本都在38块多 一张 为什么咱们直播间卖25 不是假的 咱们直播间是小孙是729的 品牌的形象代言 没有假货这一说 因为729 想在小孙的直播间 做一个更好的宣传和推广 所以说这一单4张胶皮 729的官方相当于 比正常的进货价 一张低了十几块钱 这四张低了四五十块钱 让大家基本上算是接近于 办买办送式的去享受和使用这个套胶 这两张套胶特别好用 你会发现这两张套胶 如果卖你八九十块钱一张 你觉得没问题 六七十块一张很划算 二十五块钱一张跟免费不要钱 没什么太大区别 九十九四张 今天下午报优发货 小孙作为729的金牌形象代言人 大家不用担心 官方正品优先发货 且都是新日期的套胶 特别好用的时候 并且这套胶新日期好用 且能够怎么样 它放得住 明白吗 两张黑加两张红 需要的你们自己去拍 刚刚你们也能够看到 小孙用这个两张套胶 再给大家讲防守这种很舒服 且顺其自然的感觉 因为这两张套胶 真的是越打越好用 其实小孙在一年前 我可能没接触过这种套胶的时候 我很瞧不上他们 为什么 我那时候也是 我只有要么国套奔腾 国套闪现 要么就是原来的狂标家 蝴蝶D05 我没有接触过 但是我用了之后 我才会发现 我的妈 这么便宜 做这么大的活动 这个套胶还比我想象中的 要好打很多 到现在我就有种感觉 越打越好用 越打还越顺手 来朋友们 我也给你们打几个 99四张 今天下午发货 来 我给你们打几个 你就看看这两张套胶 就是这个 我先用红色反手 退到中远台 给你们看一看 反手发力的一个力量的支撑 我的我的板边 基本不失误 不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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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不失误 大家看 整体的海绵发力 通透 失球 弧线 底劲 太舒服了 这海绵 你赶紧 你要这25亿张 你买啥去 25块钱 现在就在快餐店 你最多吃顿快餐 你啥也干不了 我就相当于 99 我给你配了4张胶皮 2张黑 2张红 2张正手 加2张反手 朋友们 就相当于 这些套胶 你再怎么用 保你至少用半年的 你肯定至少 得用个半年 所以说 你有什么好担心的 来 正手 我来给你们拉几个 别当过 他不挑底板 也不挑胶水 你用有机胶水 无机胶水 都可以 免罐油 超粘性 内能海绵 来 正手 我来给你拉几个 我就给你冲几个 一个一个给你冲几个 今天我有劲 你们看底劲 来 很多秀手说的 有几个别秀手说软 我都觉得 他好像是没狂标硬 但是他不至于说软的没劲 对不对朋友们 包括这两张套胶 我给你们看一看 你们大家如果说手感不好的 爆发力不好的 你想能够去更好的体会发力的感觉 和摩擦加转的感觉 这两张套胶 这给你做的这个729的大师套胶 它会让你事半功倍 为什么跟你说呢 来 我再给大家近距离的看一看 胶皮的品质 这就是大品牌的做工 大品牌的品质 大家你们自己去感受一下 来 我现在我再给你们拉几个 来 旋转摩擦 这个套胶 大家你们要知道 你去找这种摩擦感觉的时候 你先听一听我这个正常撞击的声音 特别有劲 很好打透 很响 如果说摩擦 来我告诉你 它能有多持球 你们听声音 接触到我板子上 你听有声音吗 全是摩擦的声音 这就是胶皮和海绵 特别能够让你吃入球 我告诉大家 我给你们演示 这讲了一个小时的技术 我从来没有擦过一下球盘 也就是你看我现在正手胶皮上 满满的球印 你看到了吗 就已经这样了 来 再给你们拉几个夹转 来 发转点 吃球感 很舒服 朋友们 我能让你感觉真的是 你如果会打习惯了 觉得这个好用了 你知道我的100块钱能买4张 99块钱小村直播间4张活动 你可能真的不想再打其他胶皮 你都会觉得太贵了 真的是这样 很正常 我也理解 好不好 来 最后十单 你们拍完我要下播了 今天差不多我2点40之前 肯定是要下播的 今天中午拍的 最后发货 好吧 到手是两张黑色 两张红色 黑色面是正手 粘性 反手面是红色 粘性 今天拍的全都是下午安排出去 今天中午刚刚收到 官方给我寄来的 需要的抓紧时间拍 拍好之后下午发货 正手的硬度 相当于接近于狂飙的 接近39度的感觉 反手的红色 接近于狂飙的 36到37度的感觉 因为我说对标于 红双血狂飙的 少时硬度 大家才能更好知道 这是一个什么感觉 因为这个 729的度数的衡量标准 它跟这个红双血的狂飙 是不一致的 就相当于有的 可能729的44度 45度 你这没法 你怎么能知道 是什么感觉 我给你换算成狂飙的度数 你们更好体会 最后实单拍完下播 今天下午安排发货 右下方黄色购物车 点进去去想购 99元付款成功 到手就是今天享受的 买两黑送两张红 因为它这个套胶 它就是怎么样的 它这个双片装里边 要么就是两张黑色 要么就是两张红色 它没有办法拆封成 一黑一红 那除非我得把包装给你拆了 那就很容易在运输当中 你的胶皮就得到损伤 所以说我当时 就是借助这么个理由 让官方说 你能不能干脆利索点 两黑加两红 那官方当时第一句话 低于成本 你怎么卖 那我就说 活动 宣传 推广 你拿点力度出来 所以说最后官方 也说了 没有问题 既然是宣传 729就是国企 该拿出这个国企 应有的这个宣传力度 两张黑 直接再送你两张红 别人是两张黑送你凭胶水 我两张黑送你两张红胶皮 朋友们 你觉得可以吧 好吧 需要的你们抓紧时间拍 小孙作为729的金牌形象代言人 大家你们放心去拍 我们直播间的活动 能够敢放上来 就一定可以给大家做到 这个活动 只有小孙有 好不好 并且不可能有任何假冒伪劣产品 这个你们放心 没了 刚刚 朋友们 让你们刚刚不买 让你们刚刚不买 现在下单买的是四张吗 对 买不到就是买不到了 球友们 买不到就是买不到 没有就没有了 好吧 客服现在一个一个踢库存的 他没有确定有几个没付款的 没有踢出来之前 他是没有办法准确的 告诉大家 还能不能跟你们上 好不好 那刚刚我给大家说了就这点 大家非不信 现在你们关注一号链接会 偶尔零星的出来 这样两单三单的样子 这个就是只是提交出了订单 但是他没有去付款 就只是占据了名额 又没有成交 是这个意思 客服就是在踢这些订单 踢出来了之后 然后大家你们可以去拍 但是不是说二十单一上 没有这种东西 现在就是零星三四单 为什么 我今天做的是下午的发货 下午关这个人打包 人家去想把打好包的话 再加上还有昨天 我们还有给大家要发货 晚上卖出去的产品 要发货 他是要打包时间 因为现在人家快递基本上五点之前 必须就要把所有东西就要到 那个人家那个驿站 就要全部就要 车就开始运走了 那所以说五点之前 现在快三点 人家得拿过去 还得先把这个包装机打好 朋友们 很快 有点费时间 所以说就这几个 如果说要放开卖 有我是还有 但是我怕卖了 人家包不完 包不完 你说怪人家呢 还是怪我呢 对吧 给人安排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是吧 根本打包不完 那如果说要不然平台会 对我没有处罚 好不好 希望大家理解 差不多 差不多 还有三分钟左右下播 还有三分钟左右下播 这个今天是这样的 因为小村可能外出有点事情 好吧 并且还要赶回来上课 所以说呢 希望大家有需要的 不用犹豫 就这三分钟 好吧 就这三分钟来课服 你也不用踢了 给大家就上三分钟的时间就好了 你给他上个三分钟时间 三分钟我下播了 正好就没了 好吧 这个硬度大概多少 昨天那个蓝海绵的奔腾有的 有的 硬度 我给大家说一下 黑面的硬度 和红面的硬度 它们首先第一 海绵芯不同 对应的手感也不同 以及横量度数的标准 刚说的也红双喜不同 如果大家你们更想直观的了解 黑色的硬度 对标的就是红双喜的狂标三 这个接近39度 38度肯定要多很多 要接近39度的这么硬度 38度到39度之间 反手红色 对标于狂标的36到37度之间 比狂标的37度要柔和 也很有底劲 反正大概在36到37度之间 这样的话 我觉得大家心里 哦 差不多知道是什么感觉了 对吧 我给你报个729的44度 那大家你们怎么知道 这啥意思 对不对 大家你们要误以为 44度是狂标 那很多绣 44度的狂标 那不成不锈钢的钢板了 不是这样的 它的衡量度数标准是不同的 好不好 对 有需要的小黄车一号链接 是168吗 对的 那个那边 你看一下 它想要个那个国策柱奔腾 可以给它上一下 99拍两张黑色 官方729品牌 送两张红色 这样的话 就是99到手 两张黑 加两张红 就是99 四张胶皮 还给您包邮发货 其实你就相当于 你什么都没管 25亿拍了一张胶皮 100块钱拍了四张 但是现在你反观所有的品牌 又要还得真的是好用 年性还得好 朋友们 你想25块钱一张去买胶皮 只能做梦的时候 梦不小心梦到了 但是在现实情况下 你会发现 基本是不太可能的 基本是不太可能 除非原价买普及套 签名了 明白朋友们 没有胶水 没有胶水 好吧 差不多了 差不多差不多了 还有 我也差不多要准备下播了 你们拍好了吗 拍好了的话 我就下播了 朋友们 没有拍好的 我也差不多就 不管了 不管了 这是真品吗 来朋友们 请仔细阅读这些字 小孙 这个小伙 任天津729提用品有钱公司 729金牌形象代言人 聘息三年 自2023年4月1号至2026年4月17号至 由董事长签字 米伟刚先生 有天津有一个729公司的盖章 所以说你根本不用去怀疑正品 还有 对 994张 好吧 怎样刷胶水 不管你刷有机胶水 无机胶水 胶皮上 刷一遍 晾干 再刷一遍 晾干 好 胶皮没事了 你的底板刷一遍胶就够了 晾干 胶皮两遍胶干了 底板一遍胶干了 粘贴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的一个主页的置顶视频 就是专门是一个教给大家怎么去粘拍子 大家也可以看一看 一个无机胶水的刷胶教学 有机胶水还好 很好刷 但是大家有的 之前也有用刷面胶的 有用胶带的 有那个 用那个补胎胶的 反正什么都有 还有木头胶的 还有用502的 大家可别用那东西 那再好的胶皮 你刷那些胶水也得完蛋 好吧 用正常专业的乒乓球胶水 有机和无机都可以 对 红色和黑色都是粘性的 都是粘性的 好吗 这个咱们开了三分钟的活动 已经差不多结束了 然后呢 这款套胶里面 现在是最后的两单 三单 说错了三单 这个胶皮怎么样 我打起来觉得真的很舒服 我打起来感觉特别特别舒服 真的是这样 你们喜欢的 自己去拍就好了 我打起来感觉特别的舒服 并且我告诉大家 这两张套胶 为什么推荐呢 729是当年 中国第一个研发出来 粘性套胶的品牌 所以说它的粘性的持久度 粘性的强度 我想问问大家怎么样 咱们直播间现在有没有 你们打过用过这个大石套 你觉得粘性怎么样 我想问问大家 你们有打过这个吗 打过大石套的 你们之前打起来粘性怎么样 朋友们 对正手是贴黑色 反手是贴红色 你们打过粘性怎么样 可以跟大家说一说 只能初学是咋吧 没有啊 因为我觉得一种好的摩擦和手感 现在不只是初学者所需要的 我觉得中阶进阶的球都需要 明白吗朋友们 真都需要 粘性挺好的是吧 你都是普吉套 你会觉得普吉套粘性都不错 这是高密度海绵 不是蛋糕海绵 奔腾国特柱还有吗 奔腾国特柱在 我看一下啊 奔腾国特柱 我给你上一下 在二号链接快乐键盘 这个应该是老粉啊 快乐键盘我印象中好像买过好多东西了 好像买过东西 你们要那个奔腾国特柱在二号链接 如果说你最新码最晚时间 我觉得你这近一年 这胶皮差不多用得着 你就买 或者说我过点时间我能用得着 咱就换 咱就买一套 是吧 再这样不要说哦 我两年三年后能排上队 能够用上 那你买它干啥呀 对吧 粘性非常好 四张 九十九 到手是四张 非常粘 所以说这个胶皮的粘性非常好的 并且大家会发现 它的粘性的持久度会高 也就是它不容易说 打个几天没粘性很差了 摩擦不住球了 打滑了 不会 这个胶皮的粘性持久度特别好 所以说自己去拍吧 没有胶水 没有胶水 国特柱没有三十九度 国特柱就四十度 四十度这个硬度 就是和你们狂飙的三十九度差不多 不会硬的 这个你们不用担心啊 你也买了 有球卖吗 球的话在小黄车的三号链接 三号链接的球是729的有缝三星球 一大盒是十二个 网上的价格是六十 相当于一个球是五块 咱们直播间是五十九 买一大盒 再送一大盒 拍一盒发两盒 平均下来就是五十九 到手是二十四个球 平均一个球是两块四 你们想买球的 球的话在小黄车三号链接 如果今天又买了胶皮 又买了别的东西的 都是一起发货 你们想买球的也可以买球 需要的话你们去买 不需要不用买 不好意思 发不了四张黑的 对 729的三星球 729的球 对 这是全运会的比赛球 在几号链接我看一下 在三号链接 在三号链接 好吧 那我就下播了 好不好 那我就先下播了 因为今天中午我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小孙还有点事情 好不好 今天中午呢 我就先播到这里 然后呢 咱们今天晚上 还是9点一刻 9点15 我最迟不会超过9点20直播 你们放心 9点15直播 大家你们到时候晚上 如果有时间有方便 咱们可以再来直播间 捧捧场 一起再和大家交流和 互动一下技术 对一样的厚度 不送胶水 底板的话等过几天吧 好吧 那今天呢 我就先播到这里了 好不好 那我也就先下播了 咱们晚上 9点15再见 好吧 那刚刚你们拍过的 我赶紧让这个打包人员 赶紧给大家去发货 对59两盒 好吧 你也可以直接去 我的店铺里面去拍 没关系 我没开播 在我店铺里也能拍 好吧 那我就先下播了 包括很多球友 如果您是老粉回购 你如果需要什么 可能虽然小孙没开播 找到我们店铺的客服 你需要什么 你跟他说 之前买的是什么福利价 你就跟他说 让他给你改个价就行 行不行 这个是仅限于 老粉回购的 那我就先下播了 拜拜 胶皮不用灌油 免灌油的粘性